爷爷奶奶充满活力的坐着手指操 并且跟着台上老师的口令一起做运动 而这里是位在如足趋顺心里的关怀居点 长辈们来到关怀居点不仅学习到许多知识 同时还交到许多朋友 也让身体更年轻 来到这里真的我过得很高兴 很高兴过得很快乐 重新变了一个人 我又活过来了 有老师 有老师 有志工 有理事长 这些好同学好朋友们 早上一来就是做健康操 最后来这边有学歌唱 有按摩这一类的健康资讯 创立这个关怀居点 让我们这英华族的 有这个地方 有老师教我们带动唱 如足趋顺心里 随着人口逐渐成长 长照需求也日益增加 而陶渊市政府为了满足顺心里的长照需求 因此也特别成立顺心里关怀居点 同时里长也透过举办各种活动及课程 藉此要照顾长辈的身心健康 从我们祭典就是由郑市长开始 他就说要把这一块做得更好 让这些老人因为家里的人都到了外面去了 让老人有个地方来到这边 大家每天都用着一些心情 很高兴的心情来到我们顺心里的关怀祭典 所以祭典让这些老人每天来得高高兴兴 早上要先做个体操 然后体操做完了 我们上来有老师来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 让这些老人每天回味他们以前的 做一些比如说香包啊 目前如足趋顺心里的关怀祭典 已经正式成立 而顺心里未来也将继续推动关怀祭典 及长照服务 欢迎长辈在每周一及周五早上八点半 来到大南新市民活动中心四楼 一起活动筋骨增进里民间的感情 顺心里赞 记者王中心台报道